赤龙经过一番苦战 终于找到了这血液累积昆仑奴的弱点 一刀刺入了昆仑奴的心脏位置 能看出这一刀之后 由昆仑奴的胸口处 不时地冒出蓝色的火花 鲜红的血液染红了他的前胸 无疑这一刀是殖命的 但是昆仑奴强忍着巨大的痛苦 突然一只大手伸下了赤龙 这一下让赤龙猝不及防 一把被濒临死亡的昆仑奴牢牢地抓住了手腕 这下可不得了 此时因为心脏被刺穿 昆仑奴的身体上布满了强大的电流 这强大的电流瞬间就过到了赤龙的身上 这电流可要比前几次昆仑奴的电机长 强了不知道多少倍 应该是昆仑奴体内所有的电流集中释放 这一下两个人的身体上都被电流积得冒着霹雳啪啦的电火花 赤龙 昆仑奴临死前的反击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看到赤龙死时的危机 几人的心都悬了起来 可战场上的情形更加恐怖 如同发生了大爆炸一般 强大的电流瞬间爆开 发出了耀眼的蓝光和震耳欲聋的爆炸声 刺眼的光线和袭人的热浪瞬间传出 在场的人不由得都闭上了眼睛 没有人知道战场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赤龙 强大的光芒过后 众人担心赤龙的安危 忙着朝战场上高喊了起来 此时战场上浓烈的白烟四季 带烟尘稍有消散后 大家才看清楚 那昆仑奴死时 已经被强大的电流烧成了焦炭 散发着震震焦臭的味道 而赤龙 因为最后一刻挣脱了昆仑奴的前置 情况没有那么糟 但此刻也失去了意识 浑身被烧得焦黑 赤龙大哥 你怎么样啊 众人忙着冲向了赤龙 赤龙 赤龙大哥 陈小狗抢先一步冲到了赤龙的身前 一把扶起了赤龙 但是不想 手刚碰到赤龙的身体 顿时就传来啪的一声 接着 一股强大的电流传遍了全身 陈小狗明白 这是赤龙被电击后 身体残留下来的一点电流 可是这残留的电流都如此可怕 足见赤龙受到的攻击有多猛烈 好在这残存的一点电流过后 便不再有了 大家此时都非常担心赤龙的身体 因为不管大家怎么摇晃 赤龙都一点反应也没有 好在因为有出马契约在 陈小狗能够感觉到 跟赤龙还有一丝联系 但是眼前的赤龙 却没有一点的生气了 赤龙大哥就交给你了 放心吧 这种情况 赤龙之前也有过 陈老狗用了很多天灵地宝 才将它养好 不想这么短的时间 又成了这样 爷儿俩的心里有些不是滋味 赤龙每次真的都太拼了 精彩啊 可正在此时 众人的身后响起了妖王的声音 真是一场精彩绝伦的比赌 仙家山果然了不起 此时 妖王身边所有的护法都阵亡了 但妖王却没有露出一点伤心 反而为精彩的战斗鼓起了掌 妖王 你的目的达到了 陈小狗知道 这个结局正是妖王精心设计的 你的护法都魂飞魄散了 再没有人找你质问了 可不好意思 我们仙家山还有我在 其实到了妖王出关之时 众护法都会发现 自己并没有呈现 不过是变成了不能见阳光 只能隐在阴暗中 消耗阴气的行将 过不了多久 便会魂飞魄散的 到那时 九大护法若是联手 必是妖王的心腹大患 仙家山的实力不小 若是让两方在出关前大战一场 各自消耗一下力量 对妖王有意而无害 只要有我们仙家山在 你就不会得逞的 哼 就凭你 我可看不出你比那洛生强在哪里 虽然被小狗点破了计划 但是妖王并不在意 他看出 仙家山一方能战斗的 也只剩下眼前的陈小狗了 这他根本不放在眼里 我说过 我只要一只手 便可以让你魂飞魄散 虽然此时还不是妖王力量最强的一刻 但凭着他的实力 对付眼前的陈小狗 简直是轻而易举 小狗 你不是他的对手 看着妖王轻轻地一挥手 便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 陈老狗的心就提了起来 爹 您在一边看着就好 强大的对手 咱们也不是没打过 怕他个球 陈小狗当然不傻 差距明白着 可战况到了此时 说其他的都没用了 还不如直接鼓起勇气开战 俗话说 狭路相逢勇者胜 至少气势上 自己不能输了 小子 好胆识啊 陈老狗也清楚眼前不乐观的情形 他定住了一下小狗 向后退了几步 为小狗关起了战 多谢夸奖 不过小爷可不止有胆识 此时的陈小狗 已经无路可退了 身后有爹 和一帮兄弟 需要尽快出去治疗 自己没有退缩 和拖延时间的余地了 陈小狗向前塌了一步 眼睛死死地盯着妖王 不思量力 那就让本座 送你去地狱 成口舌之快吧 而此时的妖王 看起来也没了耐心 身形虽然未动 但可以感觉到 他身上凝聚了非常强大的能量 去死吧小子 接着 一只手向陈小狗的方向伸了过来 瞬间 一个发着蓝油油光线的强大气团 冲向了陈小狗 这几乎让整个牧师的空间 都产生了扭曲 因为之前这种力量 曾袭击过陈老狗 小狗当然知道这力量的可怕之处 将手中的黑金骨刀 向面前的石台上插去 黑金骨刀插入石板 稍稍一掰 便出了一道缝隙 小狗刀交左手 右手用力便插入了石缝 手一用力 便将前面厚重的石板掀了起来 死死地挡在自己的前面 而此时 妖王发出的强大力量 也供到了石板进前 不知道那力量中 有什么神秘的能量 厚重的石板 瞬间化为积粉 碎石掉落 激起了一阵烟尘 可还没等烟尘消散 便露出了后面的陈小狗 他一脚快速地 踢起了一块石头 这块碎石 如一枚紫带一般 急速射下了妖王 这有些出乎妖王的意料 完全没有做出反应 一下被碎石划过了脸颊 碎石如刀锋一般 妖王的脸上 历史出现了一条血口子 这让妖王的脸 顿时沉了下来 小子 小子 你找死 怎么 这就受不了了 小爷后面还有更厉害的呢 小狗当然不会被 妖王冰冷的语气吓到 收拾了一下武器 便又做好了战斗准备 是吗 但这些 对我没用 不过 还是有一点 出乎了小狗的意料 那妖王的手指 轻轻在脸上浮过 刚才被割出的血口子 竟然消失不见了 小子 你惹怒我了 妖王抚消了伤口 怒气也又升了一层 又一次将手 伸向了陈小狗的方向 可此时 她的脸色 望得一变 原来 陈小狗甚至 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守 哪能一直被动地挨打呀 手中的关钉锁一挥 便抢先攻向了妖王 你真的以为 你能伤得了一个神吗 可眼看着关钉锁 攻到了妖王的心前 却突然像是 被什么东西阻挡住了一样 顿时停在了半空 小子 你还没明白吗 你只是一个普通人 这一下 小狗真的有些意外了 原来这妖王 竟然可以用某种神秘的力量 形成了保护罩 罩住自己不受伤害 而我是神 受万物景仰的 神 可这是一种 什么样的神秘能量呢 难道这妖王 真的修成了神 小子 让你见识一下 神的力量吧 妖王此时 将手又一次 伸向了陈小狗 嘴里大喝了一声 一股比刚才 更加强烈的力量 瞬间释放了出来 一个能量明显 比刚才强大的气团 又一次飞向了陈小狗 陈小狗哪里敢怠慢呢 身体拼命地向后躲避 就欠眼前这强大的能量团 在身前的地面上爆炸开来 这能量十分怪异 不见火光 也不见气浪 但是瞬间 让小狗眼前的石板 碎成了小块 形成了如潮水一般的碎石巢 这能量逼得陈小狗一路倒退 可那碎石巢来势极为凶猛 很快就逼得陈小狗 脚下的地面都碎裂开了 直到退了十几米后 那股力量才慢慢地退了下去 而此时陈小狗看着眼前的场景 冷汗顿时就流下来了 陈小狗明白 这一击 妖王没想要了他的命 只是向他展示这神异般的力量 证明他无所不能 很明显 他的目的达到了 面对眼前这碎裂了大半的石台 陈小狗刚提起来的信心 有些动摇了 这样的力量和破坏力 真的是太强悍了 怎么样啊小子 见识到了神的力量了吗 难道妖王的实力 真的堪比神力了吗 但陈小狗也明白 现在想这些也没用 不如拼上全力一搏 于是他目光凛然地 又钉向了妖王 小爷是不会认输的 小子 好好地享受吧 妖王展示完自己强大的力量 现在十分得意 此时双手一划 将两只手掌并到了一起 又一次凝聚起了能量 突然 一股更加凌厉的强大能量 从他的手掌中迸发了出来 陈小狗忙着甩出两枚关钉锁 射入身前的石板上 双致一用力将两块石板 一前一后地拉了起来 此时妖王那神秘的能量已到 陈小狗同时掀起了两块石板 挡在身前用来缓解力量 同时手中又甩出了一枚关钉锁 而妖王的力道实在太可怕了 很快第一块石板就碎成了粉末 而那股力量穿透第一块石板后 又击到了第二块石板上 第二块石板瞬间也碎裂开了 陈小狗没想到 这次的能量居然如此强大 几乎连做出反应的机会都没有 身前碎石乱飞 夹带着强大的能量 碎石被击出的力道也格外的强劲 不过好在有两块石板的阻挡 力量减缓了很多 可是即便如此 陈小狗还是被重重地 抛到了几米外的石壁之上 就这减缓后的力道 也让小狗身后的石壁 也被壮裂开来 最后小狗的身体 又重重地跌落在地 小狗毕竟只是凡人 与修炼仙体的仙家不同 这一下让小狗一口鲜血就喷了出来 不过同时妖王也受了伤 原来刚才小狗在躲避器团的同时 射出的关钉锁起了作用 他知道妖王身边的保护罩 只有在他攻击的时候才会散开 看到眼前这个凡人小子 又一次伤到了自己 妖王感觉颜面挂不住了 火气变得更大了 他双手一合 瞬间凝聚了强大的能量 快速地吸向了陈小狗 去死吧 眼看一股强大的能量吸来 但此时的小狗却无力躲避了 因为刚才的重撞 他眼前一阵阵地发晕 他强压着胸口鲜血上涌 后背又传来了阵阵的剧痛 他明白 自己的骨头八成是受了伤 此时他一点力气也用不上了 小狗 小狗 这时 一直在后面养伤休息的众人 吓得高声轻呼了起来 小狗不是坐以待毙的性格 他用尽了全力 将身体向旁边挪了一下 但是这点距离 想躲避开攻击 真的是不可能 一声巨大的爆炸声响起 几乎所有人的心都沉了下去 可就在此时 大家发现 陈小狗身前似乎站着一个人影 同时也把那可怕的爆炸给拦了下来 小狗觉得奇怪 他抬头看去 就见一个身穿长袍的人 犹如散步一般悠闲地站在自己的面前 而那股强大的爆炸 也丝毫进不了他的身 那 那是 陈老狗见儿子没事 惊喜万分 可当他看到 站在小狗身前那人时 顿时面上露出了神经 而此时 妖王也发现了 这个凭空出现的人 眼睛死死地盯上了他 什么人 哦 居然是个大仙 妖王发出了 能量形成的爆炸 此时已经慢慢地消散去了 那人所散发出来的 保护能量 也渐渐地弱了下去 你就是妖王 看起来也不是很厉害嘛 这时大家才看清 来人是一个看上去有五十多岁的男人 长得先锋倒骨 气质超裙 头发和胡须都是白色的 看起来实力很强 他也并未把妖王放在眼里 黄元大仙 众人都不认识此人 但陈老狗却认识 来得正是前一段时间 他派胡三姑去请的黄元大仙 原本黄元大仙回绝了胡三姑 但不想他却又来了 你到底是什么人 说 妖王也看出 来人已经修成了大仙 实力不容小觑 不由的脸色变得严肃了起来 只是骨头错位 去后面休息吧 那黄元大仙依然不把妖王冰冷的口气放在眼里 他走到小狗的身边 让小狗试着活动一下身体 看到小狗一点点地把身体活动开了 可以勉强地站起来了 这才慢慢地转过身体 你在问我吗 黄家仙 仙家山的仙家 而且是洛生的仙家 大刚和陈老狗忙着冲到小狗的身边 大刚扶起小狗 架着他退到了一边 但几个人的眼神都注视着战场 呵呵呵 又是洛生 当妖王听到来人是洛生的仙家时 他仰头大笑了起来 那洛生都是我的手下败将 何况是他的仙家 妖王对洛生的一切都十分地熟悉 也慢慢地猜出了对方是谁 一听妖王用轻蔑的口气提起了洛生 刚才还先锋盗鼓的超然气质 猛然地凌冽了起来 好 我此行又多了一个理由 为朋友报仇 妖王 洛生在哪儿 这袁皇跟洛生的感情十分特殊 此时面对伤了洛生的妖王 强大的法力 在黄元身上爆发了出来 打死我 你就可以见到他了 而此时妖王也重视了起来 把全身的能量都发挥了出来 那能量明显高了很多 战场上剑拔弩张的紧张气势 和超强的能量 深深地震撼到了在场的每一个人 袁皇见妖王不动 便身形一纵 带着一股强大的力量冲下了妖王 黄元的身形在一瞬间 就冲到了妖王的进前 举起手掌 击下了妖王 而这妖王也不敢怠慢 手掌一束 也带着强大的能量 迎上了黄元的掌风 随着两人的手掌一对 轰的一声 发出了耀眼的光芒 瞬间 两位绝顶高手相遇而产生的巨大能量 在这妖王墓中爆裂开来 那气势可以说是震天动地